一段时间前我帮Teresa还有Antonius的项目做了一些表演服装 他们来找到我说很想要一起去合作做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好啊 他们告诉有两个场景 然后给了我一些关键词 一个场景是沉重的、肃穆的、颜色单一的、被束缚的 第二个场景则是自由的、奔放的、颜色鲜艳的 基于这些信息我就想要做一个两只飞蛾从一个tacoon里面飞出来的故事 虽然我不会参与他们的编舞设计 但我在想就是说服装其实它提供的是一种运动的可能性 它的颜色、重量、材质、结构都会改变一个身体运动的方式 哦,哇,我没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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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啊 就一个,是吗 因为飞蛾的话,我想要那一件衣服它的质感不要是那么新的 它应该是经历了各种挣扎之后残破的 但依然是一种非常自由的 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 因为我,大家也知道我一直在烧各种东西 所以我就开始烧它们 当我在阳台上烧火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像又了解了火一点 我明白了我永远不可能拥有火也没有办法控制它 我只能祈求它与它交涉 我也被火烫了很多次 我发现每一次我被火烫到 其实是因为我太贪婪了 不是火的原因 比如说我在烧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停手了 再往下烧下去这个火焰就太大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想 第一件服装做的就是比较顺利就做完了 然后等做到第二件两件飞蛾的衣服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就特别突然想要叛逆一下 我就改了改了我的设计 当时可能其实我觉得我对于原有的设计 我不是很自信我也没有对它特别相信 因为时间特别赶我也最后只能匆匆决定了设计 然后把它们做好打包准备寄出了 在寄出去之前我给他们发了一个试装视频 果然大家就觉得飞蛾那两件衣服不太对 好像更加强调的是衣服本身而不是表演者 那个时候离单线只有三天了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个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重做 我就把原来的衣服剪开 把那些已经用火处理过的布料重新组合 刚好Teresa跟Antonius他们要来巴尔蒂摩一趟 我就顺便把那些衣服交给他们 注意到外面 这个我可不惡 它太厉害了 ¡ αυτ嗯处事看 我这asi可好吃 你转手 嘴剪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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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啊 啊 ok i'm confus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yes yes we did it 我觉得他们开心的样子让我也挺开心的 and our videographer we're going to be enjoying the video you going to turn around it's punch